陶勒比的宝物 陶勒比的宝物 天亮了 奶奶你好吵啊 好了好了 陶勒比 奶奶你真的好吵 终于起床了 我吹过头了 陶勒比 动作快一点 我知道了 书包书包 你在做什么 书包不见了 真是的 都是为你的房间太乱了 有了 今天放学回来 要把房间整理干净 我回到家之后 就要出去玩了 陶勒比 可是 要迟到了 快点啊 东西都带了吗 对了 宝物 什么宝物啊 老师说 今天一定要带到幼儿园去的宝物了 给我看看 不行不行 妈妈 妈妈你不要过来了 奇怪的孩子 我去战绝了 高高度高高低 大家的宝物都好精致哦 你们猜我的宝物是哪一个呢 是足球啊 你们怎么马上就猜到了 因为 乔虎平常最喜欢踢足球啊 嗯 嗯 对啊 这样啊 哈哈哈 我带来的宝物是 我以前画的爸爸妈妈哦 虽然不是画得很好 因为是我第一次画的图 所以爸爸妈妈 又特别收藏了起来呢 我觉得很高兴呢 哦 嗯 嗯 这个就是我的宝物哦 铃铛 嗯 我小的时候 一直在在身上呢 因为我喜欢到处乱跑 就算迷路了 妈妈她们 还是能靠这个铃铛的声音 找到我 原来如此 哦 陶勒比的宝物是哪一个呢 啊 怎么了吗 啊 没有什么啦 那陶勒比的宝物是哪个呢 呃 就是那个 呃 我忘记带了 啊 陶勒比的宝物到底是什么呢 呃 宝物 那就是 我知道了 是章鱼烧器 嗯嗯嗯 欸 不是吗 那是什么呢 快 告诉我们啦 嗯 那个 各位小朋友 早安 老师早安 老师早安 有很多很棒的宝物呢 陶勒比说他忘记带了 哎呀 那明天记得带来哦 嗯 好 每个人喜欢的宝物都不一样 会觉得宝物珍贵的原因 大家也都不一样哦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爸爸妈妈呀 我最喜欢踢足球了 我最喜欢踢足球了 因为我小时候有很多跟妈妈她们在一起活动的回忆 其实大家的那种心情也是很珍贵的宝物呢 哈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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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房间整理干净 再出去玩呢 我已经跟乔胡他们约好 要去公园玩了 那就赶快动手整理房间 桃勒比怎么还没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今天在幼儿园 他也忘了带宝物 有点怪耶 请问桃勒比在吗 他在房间啊 你们快进来吧 好 没办法整理好啊 因为你没有好好整理啊 先整理到这里了 我现在要出去玩了 是吗 你不好好整理 那就全部都丢掉了 妈妈 等一等 哎呀 这个是 不行 那是我最重要的宝物 给我 什么宝物 你们 原来那就是桃勒比的宝物吗 好了 要换尿布咯 妈妈 陪我出去玩了 你先等妈妈一下 快点啦 桃勒比 你是哥哥了 我在忙 你可以稍等一下吗 啊 妈妈 妈妈 啊 桃勒比 怎么了吗 就是妈妈我 哎呀 糟糕 讨诺别 等一下 妈妈 我就一直用妈妈的枕头到现在 妈妈当时忽略你的感受了 对不起 妈妈 那是很棒的宝物啊 你怎么一直不告诉我们呢 那是因为 我看到大家带的宝物都非常的漂亮啊 就是说啊 枕头已经补得破破烂烂了 再做一个新的好了 不要新的啦 我就是要这个枕头 陶乐比 宝物很珍贵 因为充满了很多成长的回忆耶 哦 为了避免明天忘记带去 就先放在这里好了 好了各位 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咯 除非你把房间整理好 不然就别想踏出这个家门一步 啊 巧妇 你们也办法整理了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